主管機關是交通部 林家隆部長非常認真 我也指示了 陳其邁副院長 華航機師工會抗議 進入馬拉松延長賽 從宣稱罷工開始過了12天 行政院長蘇貞昌旁觀神隱后 總算開金口表態 但卻被罵翻 我覺得蘇院長 今天的這樣的一期談話 讓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最自豪的話 就是衝衝衝 然後能夠接地氣 可是他卻把華航的罷工 當作是空氣一樣 大家好不容易等到 你來做一個回應了 你在宴請這些立委當中 你竟然沒有談到 大家唯一關切的罷工問題 你要講什麼農地 工廠 這些都不是現場該解決的 炮轟蘇貞昌在華航勞資 紅眼協商前 忙著夜宴民進黨立委就算了 席間還沒有提到任何罷工議題 這個晚宴裡頭的交通 委員會的招委 不只是陳明文 葉銀金站 還有桃園的鄭運鵬也站 席間我們很難想像 沒有去討論到這件事情 除非大家覺得說 畢而不談不要談 而且他們吃飯了幾個小時之後 第三次的協商要登場 被質疑沒把罷工當作一回事 尤其這件事早有預警 沒及時處理導致風暴惡化 並不是這些機師工會 忽然間有一天睡覺起來不爽 說我們要春節罷工 這件事情已經持續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 行政院有沒有掌握 交通部有沒有掌握 那我們看到的新聞是 其實過年陳其邁 鄭文燦跟林佳龍就會面了 所以當時蘇貞昌就指示了 還是蘇貞昌說 我現在會去指示 處理華航罷工 隱藏民進黨核心運作潛規則 蘇貞昌更被罵翻 衝衝衝破功 扶運冷處理的結果 導致罷工難以落幕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